日光日白之下也有人打劫 放手啊!投衣啊!搶衣啊!搶衣啊! 被人看着也不收手 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 星期一早11点多在大埔舊虚游乐场 被一个年轻人抢手袋 对方更加用刀砍伤他 整面都是血 有目击者报警 年轻人不知是否太紧张 逃走时也不小心砍伤自己 警方在大约100米外的海浦花园停车场 拘捕紙巾血的他 并且将他送院治理 心情很兴奋 这个国际性的大型比赛 大家快点跟他们的亲民职友说 楼马车已经抵达 这个驾搭马拉松尖沙咀的起步 通顶 日头还要来十多个小时的马拉松 是不是很瘋 原名楼俊轻的楼马车 这次真是挺瘋的 趁渣马星期日开跑 一路开直播一路跑 还要自爆 因为我其实没有报名的 纯粹现场看看可不可以去 待会有机会可以 给我职场报名 没有报名都跑到 这样都行吗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解释 自己是有另外一名参赛者 让个号码牌出来才可以参加到比赛 之后还要再开直播 说拿到人生第一个驾马纪念奖牌 香港田径总会第二天就出面回应 在这里我们都会看 因为那个情况人都比较多 我们都会查完所有的资料 或者是我们也都可能在入起终点 我们会有一些录像 我们会看回 如果真是属实的 我们可能都会不准去参加我们的赛事 或者当然我们也会同一时间 我们听过赛事当日的操作 我们会再留意多一点点 田径总会又透露计划在今年11月19日 举行下一届渣打马拉松 期望到时所有安排都可以恢复到疫情之前 不过留马车到时还可不可以参加比赛呢 就是未知之数了 近日有家长在微博发文称 2020年11月 他8岁的儿子在福州市某小学 上课期间身体不适 家长提供的教室闭路电视纪录显示 郭某10分钟内举授7次 但任课老师只是叫他趴下休息 同班同学说当时老师叫郭某忍一忍 直到下堂之后 郭某先由老师参与下楼梯 期间在楼梯跌倒 送院后深度昏迷 后不幸离世 郭某的家长称 老师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和通知家长 直到在校门外等待的国父来到事发地 才拨打120把儿子送往医院 家长认为事发时 任何老师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冷漠 郭某又质疑学校隐藏完整的闭路电视记录 表示儿子跌倒的楼梯转角位设有闭路电视 但没有录下她的跌倒过程 校方解释国某跌倒的位置 位于监控的死角位 2月8日 福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说 法院已公布一审判决结果 据了解国某患有基础疾病 死亡原因和跌倒无关 国某在微博发声回应 他们无法接受一审结果 并认为学校和任货老师要对国某的离世负责任 这辆烈火波子烧成这样 车主透露三日前先用8万元 二手价买她回来 星期一她和朋友拿着她 在马鞍山路往湖溪沙方向走的时候 发现车热火就立即下车 消防到场将火够熄 没有人受伤 不过车主就应该好心痛了 这次成交 就是这样 星期日在运输署的新春车牌拍卖上 历来第二季的车牌R就诞生了 由这个女人以2550万元拨取 一个看来平平无奇的英文字母放在车牌 为何会值2550万呢 有车牌专家就分析 刚好今年是套年 而R就正是有Rabbit的意思 亦有述数人士说 R在九宫飞升述数中 象征数字9 而九云将会旺足未来的20年 怪不得成为抢手货 那最贵的车牌又是谁呢 就是她了 不少人都认为W有Win Winner的意思 亦即是胜利和赢价 那么好意投 大批买家一早就眼金金地猴住了 他是在2021年那次新春车牌拍卖 底价是5000元 不过第一口价就已经叫到500万 再经过超过100次此起彼落的举牌 最后由一个男人以2600万投得 天价车牌排行榜里面 排第三及第四都是与发达有关 分别是28和18 都给大家看看排行榜的其他排名 怎样?有没有合心水? 不过有都没用 因为已经被人买光了 各位车主都会继续又行又停 左穿又插 政府早前宣布 不停车缴费 易通行今个月26日 就会在青沙管制区全面实施 但运输处星期一又改口说5月7日才有 处方就没有直接解释为何延迟推行 但是就说会实施一系列措施 协助市民更加容易申请易通行服务 包括今个月在香港加设超过20个咨询站 稍后公布详情 我们早前实测 要申请易通行车辆贴 需要经过多个步骤 不少车主到现在都还未收到 据了解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更改通讯地址 但是运输处未来得次更新电子资料库 昨天 网传深圳有三个男人 开病史冲红灯 撞到一个外卖员 并且打人 引发了网民纷纷指责 但罗湖警方的通报 令事件发生反转 据深圳罗湖公安通报 经过调查 网传的内容并不熟实 事件发生在10日 晚上7点多 由外卖员驾驶的电单车 违规冲红灯引起 同直行的Benz 发生刮碰 交通部门认定 外卖员对事故 负主要责任 而Benz车主 就负责要责任 交通事故发生后 Benz上面三个男乘客 下车与外卖员斟变 几个人发生肢体冲突 目前因为嘔打他人 其中两个乘客 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 来自澳洲的24岁女子 是一位捕蛇专家 日前她接到求助个案 出动帮手捉蛇 当时她在求助者家的雪櫃后面 发现一条号称世界第二毒蛇的东部中蛇 成功捉到后就带到附近的叢林放山 之后跟同事一起坐在路边吃烟休息 谁知毒蛇竟然再次出现 还不断向他们的位置靠近 从同事拍到的片段所见 东部中蛇不断爬动 并停留在他的腹底几秒 他冷静地坐在原地 便吃烟便跟同事聊天 直至毒蛇慢慢远离身边 他甚至向他竖起帽子 这位布蛇专家后来在社交平台上解释 其实他并不是完全不怕蛇 只是凭经验知道要冷静应对 他又说在一般情况下 只要不逃跑保持冷静 东部中蛇都不会突然去咬人 大批网民赞叹他临危不乱的态度 应该要很强大的勇气才做到